3分钟医学堂让你更健康 我是耳鼻喉科现名于医师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鼻咽癌的诊断及治疗 那鼻咽癌好发在中国西南方沿海一带 广东族群是目前比世界上得到鼻咽癌最多的族群 那鼻咽癌到底在哪里呢 鼻咽癌会在我们鼻咽部的正后方 跟我们的咽喉上方的交界处 在这个部分得到的恶性肿瘤 我们就是鼻咽癌 那鼻咽癌发生的原因有什么呢 环境是我们鼻咽癌发生最大的原因之一 那有研究显示呢 我们小朋友如果在婴幼儿时期有接触到咸鱼的话 得到鼻咽癌的几率会大增 此外呢 如果婴幼儿童接触到大量的火腿 香肠等等亚瘦酸炎的化合加工物的时候 长大以后得到鼻咽癌的几率也会大增 此外抽烟也跟鼻咽癌得到的几率也有大大的相关性 鼻咽癌发生的原因呢 跟EB病毒也有很大的关系 EB病毒呢 是一个172KB双链DNA的病毒 台湾有非常多的人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 大高达95%以上 早期的研究发现在鼻咽癌的病人血清当中呢 有EB病毒的抗体 所以当时就认为说这些病毒的产物 是不是会影响人体的癌化入境导致鼻咽癌的产生 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 但是目前呢 EB病毒跟鼻咽癌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未明 鼻咽癌发生的原因 还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之一 中国南方好发鼻咽癌 那研究发现这群人即便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也跟当地的华人比起来 他们得到鼻咽癌的几率也是相当的高 那此外也发现说在HLA-0207基因 有这样子的基因的人呢 他们得到鼻咽癌的几率是其他人的2.3倍 此外呢 IL-10单点核酸变异的话 也跟鼻咽癌发生的几率有很大的关系 那其实跟鼻咽癌相关的基因也非常多种 但目前呢 到底哪一个基因才是鼻咽癌真正的致病 还目前没有定论 以下呢 是我们常见鼻咽癌的症状 不明原因的颈部肿块 头痛 耳鸣 耳朵的闷腮感 反复的流鼻血 还有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出现眼睛双複视的情况 如果有以上症状的话 请赶快就近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协助与帮忙 如果发现鼻咽有肿瘤的话 务必马上进行切片 以确诊鼻咽癌 那除了内视镜检查以外 我们还会辅助其他的检查 像是眼睛的检查 我们会检查病人是否有两眼对称 视力模糊 视野偏盲的现象 耳朵的部分呢 会检查耳朵是否有不正常的分泌物 中耳积水 以及骨膜破裂的现象 鼻部的部分呢 会辅助以内视镜的检查看看鼻道是否有肿瘤 鼻子的黏膜是否对称 鼻咽的黏膜是否有增厚 耳烟管的开口是否有肿瘤等等状况 颈部的部分呢 除了促诊以外 我们还会辅助以超音波的方式来检查 是否有不正常的颈部肿块 确诊鼻咽癌以后 我们还会安排一系列的影像学检查 来帮助我们了解病情的严重程度 像是核磁共振 及电脑断层的话 可以了解鼻咽癌肿瘤侵犯的深度 此外还会安排胸部X光跟腹部超音波 甚至正直摄影 来了解说鼻咽癌是否有胸部的转移 肝脏的转移 还有其他全身各处的转移 早期我们治疗鼻咽癌的方式是经由手术的切除 这样子的手术方式必须把病人的鼻子跟脸掀开之后 到达鼻咽的位置再把鼻咽的肿瘤切除 这样子的方式病人会遭受莫大的痛苦以外 其实肿瘤也切不干净 后来的医生发现 我们只要经由放射线治疗 放射线的能量可以穿过我们的鼻部到达鼻咽的位置 达到我们治疗的效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辅助化学治疗的方式来治疗鼻咽癌 所以现在已经舍弃初步用手术切除的方式了 鼻咽癌治疗后一定期追踪 有80%的病人鼻咽癌治疗完后的复发是发生在两年之内 所以强烈的建议在两年内必须密切的进行追踪 一般建议是三个月回诊之中一次 那在病人得到鼻咽癌后的五年 复发率即会价降到5%以下 那针对鼻咽癌复发的病人呢 我们除了传统的手术方式之外 现在也可以选择在鼻咽局部的病灶做内视镜的切除 病人既不会长受到手术的痛苦 切除的范围也能够达到干净的效果 那此外呢手术完之后 我们还可以辅助以化学治疗的方式来治疗病人 常常有病人拿着健检报告到我们门诊来求诊 问说医生我的健检报告上面写着 EB病毒抗体呈现阳性 我会不会得到鼻咽癌 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因为目前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有效的肿瘤标记 能够来检测鼻咽癌 一个大型的研究显示说一群年轻人在验到EB病毒抗体呈现阳性之后 追踪10年发现他们得到鼻咽癌的几率非常的低 所以这样子的筛检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准确率 所以即便你的EB病毒抗体呈现阳性 也不需要担心说可能会得到鼻咽癌 只要定期追踪即可 那我们血浆中的EB病毒含量跟鼻咽癌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烈的 对于已经得到鼻咽癌的病人来说 我们必须追踪他的血浆中的EB病毒含量 它有两个功能在 一个是在治疗前我们可以反应肿瘤的严重程度 可以给临床医师当作一个参考 是否要提高治疗的剂量而达到比较高的治愈率 另外针对治疗完后的病人 我们可以来追踪疾病是否复发 定期的抽血检验的话 如果说病毒的指数有上升的现象 极可能表示这个病人的鼻咽癌已经复发了 以上呢是关于鼻咽癌的简介以及治疗的方式 再次的跟大家强调 如果有以下的症状的话 欢迎都来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帮忙 像是有颈部的肿块 反复的流鼻血 耳朵的耳鸣及耳门栽改 此外呢如果家族中 你的爸爸 你的阿公 甚至有很多的家人都有得到鼻咽癌的话 有这样子强烈家族史的话 也欢迎来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帮忙 三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耳鼻喉科谢明宇医师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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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